严惩裁判胡吉 意见连眼睛被外援重锤 却视而不见 阿联大闹技术台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麻烦长按底下的点赞按钮 让更多朋友看到这条视频 谢谢大家 CBA第三阶段比赛进入收官站 山东南兰也迎来常规赛的收官站 与广东队进行第二次较量 四节比赛 两队整体均表现出色 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不错的状态 双方你来我往对攻大战 常规时间未能分出胜负 本场比赛 山东外援吉伦沃特表现尤其出色 出战21分钟 投篮9投5中 3分6投3中 砍下22分一板一注二帽 意见连本场比赛手感也非常好 出场20分钟 11投7中 拿到了19分12个篮板 只要登场意见连就能提供出色的表现 然而相比较吉伦沃特的比赛成绩 可能球迷更关心 他在场上和意见连发生碰撞 为什么裁判却不判法的原因 第四节刚开始 广东老将意见连拼抢蓝板实演部 被山东外援吉伦沃特打倒 据现场照片 阿连的眼睛已经肿起来了 且红肿十分明显 正常来说 这种恶犯的动作 即便不是故意的 但是性质如此严重 不管如何都应该被处罚 而且当时裁判胡吉就在意见连的身边 胡吉的视野其实比较好 吉伦沃特的手部动作都能看得到 但是他却没有吹犯规 这也是意见连去找技术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主裁判胡吉没有任何作为 一次普通犯规都不吹 这让意见连非常不满意 意见连非常痛苦 先是找裁判理论 裁判没有吹罚 意见连非常不满 怒拍篮球 冲向技术台进行理论 闹上技术台要说法 裁判自知理亏 因此没有吹罚意见连的技术犯规 事情不了了之 意见连回到替补席上 通过简单的冰敷 不过冰敷并没有缓解 其眼角的伤势 从现场来看 他的眼睛全肿了 几乎看不到 所以最终 他也只能回到更衣室 进行治疗了 随后 意见连也再没回到比赛中 本场的裁判组 确实很有问题 很多商人的行为 都没有吹罚犯规 包括上半场的赵瑞也是如此 被顶撞到广告板 倒在地上几分钟都起不来 结果裁判也是没作为 难怪阿联如此生气 因为裁判的吹罚不合理 广东主帅杜峰 一直在交涉 非常生气 对于意见连的受伤很在意 很显然 这一次裁判的执法 再次遭遇质疑 本赛季 CBA裁判都由中国篮协管理 其中裁判被分成等级 等级越高 吹罚比赛越多 如果出现了重大失误 或者引起了舆论争议 将会被进行降级处罚和停赛处理 CBA第一阶段 明哨段柱柱和胡吉都被重罚 不过根据规则 只会内部处罚 不对外公开 如今 胡吉又犯下如此荒唐错误 建议联盟 严惩此类裁判 还 CBA赛场一片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